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知识产权管理 一间公司到底有没有需要有知识产权管理 是中小企现在发展的问题 现在中小企发展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没有出路 我们就不可以在这个所谓经济的体系里生存 我们说的经济是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没有人再是卖产品的 是卖知识产权 我是卖一个技术 一个创意产业的东西 我们是卖品牌 其实品牌是从哪里反映的 Trading Mark 它的技术在哪里 专利 Protection 如何可以维护到它的产品 Enforcement 打架 还有什么可以做 Trading 买卖 知识产权 其实对大家来说 一般是说一个 其实是无形资产 看不到 所以我们经常说concept 你有什么gimmick 有什么巧合 有什么创意 这些全部看不到 是在你的脑袋 但知识产权 是要将它表达出来的 这个无形的资产 其实是可以变成钱的 所有的都是由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其实现在在做什么呢 全世界除了香港 我们的会计帐 是可以入数的 可以反映到企业实际的价值 将来一盘生意卖给人的时候 它是一个资产的价值 可以做评估的时候 计算在内 主要的知识产权内容 我们有这四大版块 专利商标版权 商业秘密 在专利里面 其实我们讲求几件事 三件事 第一要新 就是说在你申请知识 这件产品基本上是要新的 市场上没有 要具备创意 在你的行业里面 你自己的行业里面 到底能否做到一个 叫做 拍案惊奇的效果 专利一定是可以买卖 要生产到 要大量生产 很标准快地生产 在专利里面 我们涉及到两个问题 没有全世界的专利申请 只有叫做国际专利 条约底下的申请 它只是通过成员国 去进行一个所谓 不同国家的申请 简单些 手组 普通的申请就是指我们 现在正在做的 单一申请 申请美国就是美国 欧盟就是欧盟 一个逐个国家 逐个国家申请 在专利里面 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第一 技术范围 你想保障 在专利里面 如果要寻求一个保障 其实是说你的技术是什么 这个一定要是在先技术里面 没有的 第二 就是通过比较 你要令试试者觉得 你和他们两者之间 是有一个很不同的分别 OK 所以这个技术一定要是显著的 一定要是看得出来 显著有所区别 另外一个就是国际展览公约 这个公约是会涉及到 转来 上标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举行一个展览会 这个展览会是受到国际间认可 或者是由国家去办的 你所摆出来的新的东西 我只需要在这个展览会结束之后的六个月内 去作出这个申请 是可以受到保障的 不少于三星期 非商业性质 即是说这个展览会 只是被人看的 不做生意 一般用一些艺术展品 科学展品 介绍一些新的技术 OK 这样才可以有这个优惠 否则的话 怎么做 任何一个fair 你有新产品要摆出去的话 你都要在它之前去申请 商标也好 专利技术也好 接着我们就讲一下商标这个问题 我要打造一个品牌 题目又来了 品牌和商标有什么关系 品牌是要靠时间 时间是要靠名字 只要立定新墙 只要做这件事 我们是在讲一件事 用什么方法 令消费者知道你存在 现在我们在讲最简单的 就是 你要给它一个商标 如果你从商标考虑 最重要是在它一个 独特的地方 显著 但是考虑商标的时候 设计 不要太普通 太普通的话 会影响商标的价值 知识产权是讲钱的 产权是跟钱有关 其实它可以赚很多钱 但在赚钱的过程中要小心 譬如 商标会和你的产品的质量 是会挂钩的 如果你的产品不行 是会影响到你的商标 在这个保护范围里面 专利有保护范围 其实商标都有 商标大家就会知道 申请一个商标有45个分类 45个class 每个class是掌管一些产品 其实你的保障范围 就是指合涉及你所选的class类别 版权 版权就是copyright 到底版权有没有需要注册呢 我们倾向性会鼓励注册 为了的是将来的买卖 有一个概念上大家要留意 版权 我们是讲求一件事叫做创意 Originality 版权保障 不像我们想象中 就是这么简单 建作品完成了 purpose 了 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表达方法 写的方法 但问题 你有没有将原创的概念写下 所以当我们要做一个 所谓版权保障的时候 我们去考虑 将来打官司的时候 局官会问你什么 局官说 你不要让我对比两个 哪个句子长、哪个句子短 他的意思和这个意思又一样 但是我想问 你的创作心路历程 和他是不是一样 版权里面 我们最重要证明的就是 第一点 是不是原创作品 所以要将你的思路 你的concept 你的理念 写下来 如果我们要考虑侵权 就是看看他似不似 客观 你看清楚 客观不是主观 客观地似不似 最要考虑就是实质性的部分 最主要的主要 主要的主要 还有可以接触到 哪个意思 就是我能够找到你 版权里面 我们要考虑的是 时间证人 哪个先后次罪 时间的证人 但这个时间证人 是要由一个客观第三者去做 所以要做登記 登記了之後 我的時間就會落實了 不能去障礙 我們很多時候會處理的就是職務發明 什麼叫職務發明呢 很多時候你都會問 這件產品最主要是歸哪個所有的 我想問大家到底歸哪個所有的 如果你是打工的時候 一般情況下 擁有權是屬於designer的 但因為他是在打工 所以他老闆是有優先權去使用 在任何一個企業 無論是大或中或小 在一個小型的部門裏面 有一個這樣的設計 可能一個同事已經可以處理到所有的事 暫時性 應該這麼說 要視乎公司規模 以及你所擁有的東西 專利商標品權 你到底有多少這類型的證書 你有多少權利需要去處理 然後你才想到要有多少人去做一個配置 你有一個訊息的資訊 Data Base System 一定要很好 可以將你所有的產權 全部是資料化的 最好這位同事是認識法律 有些法律基礎 或者是知識產權法律的知識 如果有一個專利技術裏面 我們要去考慮的就是 技術說明書要寫得好 因為那是影響你的價值 不是說我家公司有十個專利 發明專利 個個都是發明專利 就是頭頂 你的資產一定會高 No 我們要看過你的審查 然後有個Variation Report 這個Variation Report 是跟市場很有關係的 看看你賣了多久 你怎樣賣法 你每年的turnover多少錢 同等技術現在的發展是怎樣 當然你一定有些知識產權的專家意見 或者是一些法律意見書 會計報告和買保險 我們要全部一起做 是互相配合的 請問答案 請問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